Hello, 我是勒哥勒哥 剛剛才發現原來這個極練的鬥技場 今次有10倍的經驗值加成 之前也沒試過有10倍加成的 那今次是第一次啦 對於一些上升Ranking 和充1000Ranking 的人來說 絕對是一個好cellñ 剛剛就組了一隊加經的快刷隊 可以和大家介紹一下 隊長就是軍魔女 1.8倍Ranking 經驗值 最關鍵就是毒魔的武裝 我想整隊最關鍵就是武裝 有個邪魔掉落的加成,這個一定要計算的 第一隻隊員就是鬼蜘蛛,計算一個換隊長的武裝 這個都是必要的啦 第二隻就是SB重 計算一把鬼滅的Yulcella武裝 如果沒有的話就用其他的破防武裝來代替 第三隻就是物語的拔狗子 計算一把光珠掉落的武裝 這個BB頭,又加了狗回合的光珠掉落 第四隻就是Cator Marvel,Cator Marvel是唯一的輸出 裝備方面我就計算一個回復Killer 存在覺醒這裡大家可以計算Killer 如果打得不夠快的話 我只計算一個按摩Killer都已經打得很快了 如果沒有屍龍的話,其實都可以用... 可以這樣砌的 加兩個鯨魚,武裝就加上同一把 而揮槍方面比較自由,我建議如果不夠SB就計算SB 如果不夠攻就計攻 我想快點就計算掉落無效 而另一邊的隊長就是Cator Marvel 我就選一個有SB和Omocular的配置 整隊只要有23SB就可以了 事不宜遲,馬上試試個打法 第一回合就先轉隊長 然後再開Yulcella的破防技 然後再開Cator Marvel 好,對,開另一邊先 那只要轉2寸光珠加Combone就可以了 那頭3、4回合幾乎是光珠降低的 那你就不擔心沒有光珠的 那第二層就開另一隻MARV 然後再轉2寸光加Combone就可以了 那第三層就開了這個光珠降低的 那這裡開始只要轉3寸光就應該就什麼都不要了 對啦,3寸光 那之後就每一層就開Cator Marvel 技啦 然後轉3寸光珠 對啦,如果好像現在這樣在光珠不夠的情況之下怎麼辦呢 那你可以開鬼之珠的3回合的光珠技啦 是很快回合的 如果是2寸光珠的情況之下呢 就轉夠6Combone啦 對啦,起碼要轉到6Combone 又是10C的輸出 就沒得了啦 那之後的層數都是3寸光珠3寸光珠這樣轉的啦 那輸出方面就是靠那兩隻MARV啦 其他都不用管的 基本上是不會不夠力的 如果發現真的不夠力的話 那就可以在MARV的潛覺計算一些QR 那就一定OK的啦 和BOSS轉3寸光珠 那就完蛋了 那一場下來 大概有多少經驗值呢 是有1200萬的 對啦 那用這個編成呢 幾乎每一場都是超過1000萬的經驗值獲取啦 那如果打一塊的話 幾乎每一場都是3分鐘就搞定啦 對啦,3分多鐘 3分鐘多一點點 再快一點的話可以2分尾 應該都OK的 那每一場都有1000萬經驗值啦 對啦,大家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1000萬經驗值以上的 那對於想快點刷機5值充Ranking的人來說呢 那這次10倍加成之下的極練鬥技場呢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來啦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那喜歡影片的希望可以like和訂閱我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